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洋大国潮起潮落间浪花勾勒出漫长的海岸线 也不断书写着沿海地区人与海洋的故事 福建闽南沿海地区寒暖洋流在这里交汇 吸引了种类繁多的鱼下 这些丰富的鱼类资源在勤劳智慧的闽南人手中 经过加工创造 形成了闽南地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 古早味 大海虽然慷慨馈赠 但是浩瀚的海洋自然环境复杂多变 对靠海而生的人来说 永远充满未知和挑战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登上一艘渔船 跟随沿海渔民出海捕鱼 去发现海洋深处的秘密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 三面临海一面一身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 让这里成为了闽南的渔港重镇 自古以来 这里就是闽南地区渔获的 集散地之一 无数新鲜的海货 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 古镇人家 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 滋润着沿海居民的一日三餐 我们美南人都喜欢放这个小鱼 酱油醋下去煮这个杂鱼 便宜又好吃 大人小孩都喜欢 酱油水小杂鱼 是美南寻常人家 一年四季饭桌上常见的美味 小杂鱼价格实惠 却肉质鲜嫩 有些在咸淡水交汇处就可以补货 无需坐船出海 不仅食材方便易得 烹饪步骤也很简单 将小海鱼刮鳞片去内脏过油 再加上料酒 酱油 葱姜蒜 三分钟后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 敏南家常菜便能端上饭桌 在敏南地区 传统败客的最高礼仪 就是为客人奉上一道石斑鱼面线 来自深湖湾周边海域的新鲜石斑鱼 配以敏南特色面线 共同成就了这道敏南名菜 石斑鱼变现汤了 是我们敏南的一道特色菜的 石斑鱼的特点 是从海里面钓起来的 就是很鲜明 就合得 包括这个面线 也是我们敏南人用那个手拉的 吃起来很润 口感很好 石斑鱼 喜欢栖息在沿岸岛屿附近的 沿礁 珊瑚礁抵制的海区 而这些地方根本无法下往 因此 沿海渔民只能采取 岩绳钓与手钓的方式 捕获石斑鱼 简单易得的小杂鱼 成为敏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食 稀少难得的石斑鱼 则被用来制作成代客名菜 各种不同的渔货 都来自深湖湾外这片浩瀚的大海 要想获得这些美味 就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环境 以海为生的渔民们 积累了丰富的闯海经验 为了探寻这些海洋食材的采集过程 考察组决定 跟随着深湖港渔民出海 一探究竟 近于期即将来临 深湖港码头上 到处是渔民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正为下次出海做准备 渔家的女人们 则前往妈祖庙 祈求海户之神 必有男人们出海平安 像深湖镇一个渔村 就有多个古庙 庙里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 这样的情况 在整个闽南的沿海渔村 都很常见 因为古时航海技术不发达 渔民在风高浪急 变化无常的大海上 捕鱼 非常的危险 闽南鲜明了 就寄托于神明的庇佑 祈求平安归来鱼买仓 闽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冬季东北风凛冽 春夏季 台风则会带来狂风暴雨 在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中 以南渔村的渔民 各个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听当地老人说 每逢春夏季 深湖湾都经常会发生 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 狂风咒语 且之前没有遇到 要应付这样的情况 大船靠的是千帆转舵 随风使船的本领 小船却要具备仲月腾翻的水上空腹 千百年来 在一次之余这样的突发气候的抗争中 闽南沿海居民练就了 散水性习航道的本领 吴天柱是深湖镇老渔民 出海捕鱼已经超过五十年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捕鱼好手 谈起出海捕鱼 吴天柱小心翼翼 从船舱里搬出了一路笔记本 向队员展示自己多年来的秘籍 我一共有七八本 这个例子是近三十年的例子 这个溥仪的例子 就是差不多都在这几本 这个六七八级是分历 分历几级分 六七八四五四四五级 那您这个六七八的时候 您还出海吗 六七八不能出海 在岸上 每一出海我也要做记录 特别冬季我们就是 那个风力太大了 很少出海 出海的一个月出海 有时候不到几天 有时候一个月全部不出海的 都是大风 您看你上面写了一个 开散5936碳煤 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这个是一个数据 白鱼 那个23度 59 东京118 36 开到里面 探鱼探不到鱼 就另跑一个 5143 探有鱼 所以这个记录很重要 记录是很重要 这个例子有到这边 捕有鱼 捕多鱼 那以后明年我就来这边 找找看看 对于渔民来说 每一次出海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一年之中 出海的机会并不多 付出并不能保证收获 这是海边渔民的生活常态 这里有2412 捕1 大巴36蛋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2412是一个位置 那这个在这个位置 捕了 大巴36蛋 大巴就是大巴人鱼 那36蛋就是说 捕了3600斤 一蛋是100斤 您看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 北瑞五凹全碳酶 您写了凹字在这里 代表是一个什么情况 凹的意思就是 从这个海底的平面上 海底的平面 海底平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 就是从下面凹下去几米 三四米或者五六米 一个坡上起来 这个就是有一个凹 它就流水油 就旋转 会旋转 这个地方的鱼 就经常会到这边来 放王尾捆服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在这边探有鱼了 我就放王了 它就缠在一起 然后放开了 洋流那个旋转捆住 王不会张开 那么王不会张开 就抓不到鱼 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 我可以再说 去帮我 帮你 那我们俩 吧 有一句话 是 走吧 我们继续 说 急 那我们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圣经没有出现重大变化 朱家鱼的活动规律应该说是有迹可循的 十多本笔记本描绘出一幅深乎渔民出海捕鱼的航海地图 自立行间是闽南瑜伽与大海博弈的苦辣酸甜 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危险而艰辛的出海经历 赋予了闽南古早为深厚的历史底蕴 眼下万事俱备 渔船即将出海 吴天柱这次的远行能否如愿以偿呢 中午一点半 天气晴朗 微风 吴天柱和船员们准时上船 鸣笛出航 吴师傅的渔船长于二十五米 算是小型灯光渔船 适合近海捕鱼 吴大哥 我看今天的天气不错 这个海水也很蓝 对啊 今天的海水很蓝 还有今天的天气挺好的 那我们今天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 就是去东山外边的渔区那边去捕 那咱这里要船的船数怎么样 大概要多久能到 船数大部分是八节多 八节半 大概我们要开十二小时左右 吴天柱前往的目的地 是台湾海峡的南出口处 寒暖洋流与此交汇 鱼类资源丰富 是我国重要渔场之一 东山渔场的所在地 我们从这边开出去 开出去就是要 然后一直要开到东山门口去捕那个竹脚鱼 这种竹脚鱼我们大部分的沿海线的话 都是用来磕酱油水 竹甲鱼是一种中上层回油性鱼类 喜欢成群聚集 吴天柱出海捕竹甲鱼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吴天柱出海捕竹甲鱼 这种就是碳仪器 这上面的红色是代表水面 对 水面线 以下这个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海底的底线 对 如果碳仪碳有余的话 在中间或者在底下在上面 它的颜色不一样 多余少余 它会显示出来 明白 这个是雷达 这是雷达 雷达是上前面后面其他的船 这个就是代表船 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一条一船一条一船 让来让来小心站轮 渔船上的九位船员各司其职 除驾驶员外 其余船员则抓紧时间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 因为灯光船是在晚上利用灯光吸引渔群进行作业 那时候才是真正忙碌的时刻 渔船与马达声中前行 不知不觉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老师傅开始准备第一顿晚餐 由于还没有开补 晚餐的食材是岸上带来的 晚上就去那个全豆腐汤 然后吃一点米饭比较近 下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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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豆母用新鲜猪肉与番薯粉制成 比鱼类更能补充能量 蘸料或者煮汤吃法简单 是闽南一带流传已久的古早味代表 渔民唱的是闽南语歌曲 是闽南的一种民间小曲 深呼渔民们常常会在出海的水城上唱起 以此来营造一些轻松气氛 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 十个小时后 渔船到达了吴天柱之前设定的捕鱼地点 然而一阵忙碌后 船上碳鱼器并没有显示 下面有鱼 碳鱼器碳下去都蛮有鱼啊 你看我们跑好几个地方都蛮有鱼的 要另一个地方去了 我们现在要开另一个地方去了 渔船行至下半夜 碳鱼器上出现了许多白点 有鱼了 有鱼了 有那个鱼点 大概我感觉最少要20弹以上 跑来跑去看一下 看看东西南北怎么样 那个底肌 底下的底肌怎么样 会高低嘛 会破网嘛 把它踩一下 如果踩好 再下网 吴天柱并没有着急下网 而是计下坐标后继续往前开 观察舆情后 三角形折回 队员了解到 之所以吴天柱需要谨慎下网 这是因为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南海的水道 海峡内多种海流沿岸流共同作用 同时海底起伏不平 秋谷相见 导致海底水文情况复杂 需要渔民准确判断放网 稍不注意 极有可能造成笔记本上所提及的 放网为捆伏 看到鱼补不到的情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要准备了 要准备要换网了 我要开一个角度才有办法换网 我们的网是将近500米长 换网到收网大概是15分钟 到了收网的时刻 看着网维满满的渔户 队员们很兴奋 看来 跟着经验丰富的吴师傅出海 满载而归 已经成为这条渔船的常态 咱今天这一个网下去大概多少弹 二十多弹 差不多多少斤 两千多斤 夜已深 船员们决定抓紧时间休息 第二天一早靠岸再来清点渔户 尘光稀微 船员们开始忙碌 渔户中有几种体型接近的雨 不过仔细看的话 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之处 吴老哥 咱们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 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 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 是啊 三种鱼不一样 这个是猪脚鱼 猪脚鱼 猪脚鱼眼睛大一点 那个身比较宽 这种是巴朗鱼 这种是青蛙鱼 青蛙鱼那个背上就有花鱼 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 好像兄弟的那样 下锅 下锅 新鲜的小鱼只需简单的烹饪 就能品尝到最大限度的鲜美 这是渔民对自己辛劳的犒赏 而只有在经历了捕鱼的辛劳之后 我们才能懂得闽南人 对这道家常美食 所倾注的情感与珍视 满满的渔户印证了 吴天柱笔记本上记录的捕鱼密集 这时 笔记本中间的一两行红色的小字 吸引了队员们的注意 这个是标准是沉船 那沉船一般来说都是很多鱼 这个为什么我写这个乌鸡 因为乌鸡是一个船长 看到那么多鱼就放网了 对 放网 它放下去 网就搞破了 被这个沉船勾破了 就全部破了 也没有搞得一起来 然而紧接着 吴师傅就将渔船开到了沉船地 并且下了矛 吴师傅此举让我们疑惑 难道不怕下面的沉船 再一次把渔网搞破吗 只见吴师傅安排船员去仓库中取出鱼竿 上齐了饵料 原来是准备在这里引鱼上钩 沉船下面 鱼类很多 这边钓我比较有鱼钓起来 品种很多 咱们现在下面有沉船 咱们这个鱼线要放多长 大概应该要放四十多米 四十多米深 石斑鱼作为肉食性凶猛鱼类 喜欢生活在岩礁、珊瑚礁抵制的海区 并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捕食底漆甲鞘类 各种小型鱼类和投足类 而海底沉船是各种鱼类的生活栖息地 也是石斑鱼觅食的绝佳地点 故而沉船处是不渔者梦寐以求 沉船游的好地方 深湖镇所在的晋江海域气候复杂多变 海底高低不平 暗礁丛生 故事 鲜民行船至此 无不小心翼翼 千百年来 这里海难众多 一条条沉船静静地沃于海底 成为了鱼类的栖息之地 好,来了,来了,哇,好有力气啊,好有力气啊 哦,这鱼也不是很大,但这非常有力 哦,可以,可以,可以 非常有力气 虎大哥,您点亮一下,功末有多重啊 好,我点亮一下 一斤六,一斤七,差不多 一斤六七啊,好 这样的石斑鱼钓上来以后 咱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啊,我们就是搞在冰箱里面那个到岸上去卖 可以吗 啊,有时候那个有火灯哦 我们就养在那个水桶里面 如果遇到小的会不会自己吃啊 小的也没有 不一会儿,钓上来的石斑鱼就有小半盆了 这时,吴天柱从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得知 两天之后将有大风 渔船决定返航 上午,吴天柱的渔船满载靠港 港口的渔船众多 忙碌的船员疲惫中带着收获的喜悦 岸上,吴天柱的老客人早已等候多时 新鲜的石斑鱼搭配闽南特有的面线 共同成就了这道经典的闽南古早味 千百年来,南迁至此的中原先民停下了脚步 和当地渔民一起围海造田,出海捕鱼 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 宁南先民,依然能够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这不仅是一种因地质疑的变通 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翻阅闽南古早味的历史 我们感受到先民在壁路蓝绿的创业路上 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 闽南饮食文化繁荣的背后 是大自然的眷顾和慷慨赠语 也是闽南人的开拓意识 创造精神和闯海信念 共同铸就的结果 这样的文化力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 闽南沿海百姓 并成为今天这里的人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咱们下期节目再见